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啊 所以我常常要穿很多漂亮的禮服 在腰臀這邊都是做非常合身的 所以我一直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每一次我在工作前都要記得深呼吸 不然的話肚子就會不小心跑出來見人 非常的尷尬 這樣大家就以為我很要搶錢懷孕的還在主持 我相信每一個人到了我這個年紀都是一樣很困擾 就是為什麼那個肉呢一直長出來 然後呢怎麼樣都消不下去 那當然最大的困擾尤其是下半身腹部啊 這個大腿這個部分實在是讓人家覺得很傷腦筋 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時候呢 覺得他們身材還算不錯 但是稍微豐盈了一點 每一個女性呢 對於身材的要求都是希望更完美的 有些地方的曲線是不容易去雕塑出來的 即使再做更多的運動也沒辦法達成 所以很多人呢希望藉著這些衣鞋的技術 來使他的曲線達到更完美的境界 要雕塑身材有很多種方式 當然最基本的不外乎就是說多運動啊 還有減少你的食物的攝取 可是那是需要比較長久的耐心跟毅力的 很多人想要使他的身體能夠在短時之內 達到一個速成的效果的時候 就必須藉著這些衣鞋美容的技術來幫忙 那這些技術我們可以把它分為兩大類 一個就是屬於侵入性的 一個是屬於非侵入性的 侵入性的話呢像水刀 雷射融脂第三個叫做微塑 進入水刀抽取的脂肪 它可以重新再利用 把你身體不需要的地方 移植到你想要的地方 至於呢雷射融脂它的部位 大部分都是比較屬於小範圍的 像臉部融脂啦或是一個像蝴蝶袖啦 手臂啦等等這種小部位 除了把脂肪溶掉以外 會使皮膚更緊實 微塑的話它主要強調 也是在一個線條的雕塑 因為它可以使淺層的脂肪同時溶解掉 那淺層脂肪溶解掉以後呢 它的線條就更明顯 所以男性可以做六塊肌 女性可以來做馬甲線 那另外就是一種非侵入性的手術 那我們要介紹的是一種 標靶體外溶脂的技術 它可以用3D在電腦控制下 設定你脂肪的位置在哪裡 醫師只要針對這幾個點 然後把它做激發的動作 用超音波來溶解掉 大概皮下1.5公分的脂肪 然後再經由身體的代謝把它代謝出來 又用到這個電磁波 使我們的皮膚更緊實 那這種方式的話 它對於一種不想手術的人 它確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忙 因為第一個它很安全 因為也不需要麻醉 也不需要動到針等等 所以對於組織的破壞是最小的 第二個它本身也沒有什麼疼痛 非常的方便 第三個它當然一定要有效 因為它做完以後 可以馬上看到它的效果 另外我們會建議兩週再做一次 那基本上大概做到三次以後 就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當初知道可以來體驗RTRA SHIFT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上天聽到我的心願了 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樣 我非常的期待 然後這次的效果我也非常的開心 我本來是蠻貪心的 是希望說腹部也可以做 然後這個臀部啊 大腿這邊通通可以做 但是呢經過這個醫生 還有這個護理人員 他們現場告訴我們說 如果要效果比較好的話 還是先做腹部 因為畢竟腹部呢 堆起來那個肉呢比較可觀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為第一件事情 他們就會用膠帶 把你肚子上所有的肉 堆成像一座小山一樣 從來都沒有想到 肚子上的脂肪原來有這麼多啊 它是像打電動一樣 就看到醫生對著螢幕上面的點點 然後打過就會變紅色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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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總共整整打了三百多發 那說打的過程會不會痛呢 我覺得那個痛是可以忍耐的 它是一種刺刺熱熱的感覺 然後嗶嗶一聲就會換另外一邊 所以其實並不會讓你感覺到 真的痛到不行 其實我覺得打的時候蠻好玩的 因為他們算發的 一發兩發我覺得好像在靶場一樣 然後自己好像是這個被 的目標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最好的就是說 它真的是不用動刀動槍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脂肪不見了 這實在是蠻神奇的 經過這次的療程以後呢 我感覺到他們的體態 比較輕盈了許多 感覺比較神清氣爽 比以前氣色更好 身材更凹凸有致 現在我在穿禮服的時候不用再神呼吸了 可以很暢所欲言 就不用再擔心說肚子會會吐一塊很尷尬 真的很希望可以再體驗其他的部位 譬如說後面的那個馬鞍肉啊 腰內肉啊 還有手臂 都是我很想嘗試的地方 其實這一次的體驗我覺得 最開心的還是我感受到女兒的笑心 因為我想如果沒有她的話 我也沒有機會做這樣的一個 非常難得的體驗 現在為止呢 我知道呢 是已經有少了三公分 就是以兩次來講 我覺得其實是蠻棒的 我自己也覺得相當的滿意了 能夠不一樣 也知道 就可以開動了 只有兩次的體驗 我自己也覺得也不錯 那是肯定的 跟郑堅 特別的雍 Atlantis 還要在那邊 感谢观看